哈喽大家好 今天这部影片的主题 Macro想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在Fillate函数中 运用类似像是万用资源的使用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只要输入自传中的部分文字 就可以进行资料的筛选 同学可以看到荧幕上面 Macro在条件这个地方输入防晒 我们就可以在产品栏位里面 只要符合防晒的记录 都可以被筛选出来 好 那我们现在改成乳液 好 当我输入乳液之后 不管是什么样功能的乳液 也都可以被查找出来 那其实在Fillate函数里面 我们只要用一点小小的技巧 就可以使用任意字串进行资料的筛选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部影片想要分享的做法 另外在今天的影片里面 又有增书的活动了 这一次我们一样感谢奇标科技 在这一集赞助八本Excel职场圣经的书籍 Excel职场圣经这本书籍有浅到深 依据各类不同的主题设计出731个实用的技巧 不管你的职务是行销 业务 企划 还是秘书 助理 管理人员或人资等等都很适合 书籍里面的主题包含了大数据分析 各类常用的公式函数 输纽分析 图表视觉化 资料分析 报表输出 从入门到进阶真的可以马上应用在职场上 那Macle喜欢奇标的书籍的原因有三个 第一个是书籍大部分都是彩色印刷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看函数的时候 哪里要左挂号 哪里要右挂号 会比较清楚的可以对应 第二个是在书籍上面所使用的范例都非常的实用 第三个是在步骤说明上面非常的详细 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比较不会迷路 那这本书籍是第二版 跟第一版没有太大的落差 补足了一些快速件 以及书籍上面的一些微调 所以如果你有第一版了 就不需要再购买第二版咯 好 那针对抽奖的方式 我想Macle就不在影片上面多说明了 这一次的抽奖活动 我们都把它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说明栏里面 同学们可以看完之后 踊跃来参加抽奖 好 那我们就赶快来开始今天的影片教学咯 那我们来到S工作表 好 首先我们要先学会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等于FIND FIND函数可以让我们回传出我们查找的文字 在指定的储存格里面 它是在第几个字上面 好 所以FIND函数里面会有两个引数 第一个引数是我们要查找什么样的字串 所以这里是我们要查找的字串 第二个引数是我们要在哪一个储存格里面查找 那FIND函数呢就会帮我们回传出我们找的这个字串呢在这一格里面的第几个字元 所以等下FIND函数呢 第一个引数里面我们要查找的字串呢就是I1的这个字串 我们要把它放进来这里 那我们要在哪一格里面查找呢 好 我们要在D栏里面呢 这一个范围里面去做查找 所以呢 我们要把D栏的资料呢 放到这里面来 好 那我们先来试试看这一个函数 好 首先呢 我在F栏这个地方呢 再插入两个栏位 好 我们在F2这个地方呢 先试着了解FIND的函数 等于FIND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说明文字告诉我们说呢 我们想要查找的字串呢 在储存格里面是从第几个字开始 好 那FIND之后呢 我们输入左括号 好 首先我们先放我们要查找的字串呢 就是K1的这个储存格 这里我们要按一下键盘的F4 要把它锁住起来 等一下我们的产品资料呢 不管是D2 D3 D4 所要查找的字串呢 都是K1这个储存格 所以K1要F4锁住 再来逗点隔开之后呢 我们要在哪里进行查找 好 那我们要在D栏这个产品的栏位进行查找 所以呢 同学有看到荧幕上面有个黑色的向下箭头 这个就是我们要选取整个栏位的记录 目前出现产品呢 是因为老师在这个左边资料范围有建立为标格 所以呢 就会出现产品的名称 好了 之后右括号 然后Enter 好 目前出现一出没有关系 我们只要呢 回到F2的储存格 然后在等于的后面呢 加上一个小老鼠 好 加上一个小老鼠之后呢 按一下Enter 好 我们按了Enter之后呢 出现了这个视窗 某些叫旧版的Excel不支援这个公式 那你要使用这个变化吗 我们就按是 按是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呢 诶 这个地方出现4哦 出现4代表呢 乳1这个字串呢 在这个第二的储存格呢 从第四个字开始 好 那这里出现3的意思就是呢 在第3的储存格呢 乳1是从第三个字开始 好 那出现Value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在第4储存格呢 找不到乳1这个字串 好 那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呢需要再学会另外一个函数 另外一个函数呢 是等于ISEROR 判断一下呢 储存格有没有发生错误值 那这个函数呢 很简单 我们打完函数之后呢 左括号 再点选K2的储存格就可以了 好了 之后右括号Enter 好 这地方就出现了True跟False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False是什么意思呢 代表它没有发生错误 好 True这个地方呢 就代表说 左边的运算式是发生错误的 好 那这两个函数的结合呢 就是我们使用Falte函数 进行筛选的条件 好 我们来试着把这两个函数 结合使用看看 好 这里呢 我们就先输入等于FIND 然后左括号 我们选取L1的储存格 按下F4 都点格开之后呢 我们再选择产品的栏位 好了 之后右括号 好 那再来呢 我们要判断一下 当我在进行查找字串的时候呢 有没有发生错误 好 所以ISEROR 好 函数后面呢 一个左括号 那最后面再一个右括号Enter 好 目前要出现逸出 我觉得没有关系 同学看到逸出不用太担心 我们只要在等于的后面 加一个小老鼠就可以了 Enter 好 然后是 好 所以等一下我们在Falte里面呢 这个就是我们要查找的条件咯 好 我先把这三个栏位 给隐藏起来 OK 这样画面看起来比较干净一点 好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Falte的函数 等于F-I-L-T-E-R Falte里面呢会有三个引数 好 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资料范围 好 第二个呢是我们要搜寻的条件 那第三个呢是找不到记录的时候要呈现什么 好 那我们知道Falte函数之后呢 我们就来把刚刚所学到的Falte函数 我们再把我们的记录呢是可以找到有字串的记录 好 那现在出现日期没有关系 我们继续判断也没有发生错误 所以在等于的后面呢我们再加上I-S-E-R-R-O-R 好 左刮号之后呢 再来函数的最后面呢加上一个右刮号 好 那呈现True跟Falte之后呢 我们再把我们刚刚所隐藏的打开来 我们想要查找的记录呢是可以找到有字串的记录 也就是呢找出来是Falte的记录 也就是呢它没有发生错误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的条件是等于False 好 那这里呈现True就是代表我们的条件是成立的 等一下就可以被筛选出来 所以这边有一点负负得正的这种感觉 同学可能要稍微理解一下 好 那这里我们把Falte的函数呢放进来 F-I-L-T-E-R Falte之后呢我们要先放我们的资料范围 所以我们可以从A2然后选到E2的范围 好 逗点隔开之后呢就是我们的条件 就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再到最后面逗点隔开之后呢 如果没有找到的记录要呈现什么 那我们就给它两撇之后呢输入X5记录 后面呢再两撇之后再右刮号Enter 好 这样子就完成了 我们来看看结果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L1这边输入的是鲁鱼 所以下方的资料呢都是包含有鲁鱼的字串 好 那我们可以先把A不栏到H栏删掉了 这边只让同学可以理解老师的拆解动作 好 我先把它删除 OK 好 那我们试着呢再搜寻其他条件 这里我们输入美白 所有有美白字串的记录呢都可以被我们筛选出来了 好 那我们再找防晒 OK 防晒如雨 防晒如霜都可以找得到 好 那我们再复习一下E64单元所提到的 如果我在进行Friorch函数的时候呢 我并不是要呈现出所有的记录栏位 我可能只要其中的某几个栏位就好了 例如我只想要日期 然后产品跟业绩这三个栏位 好 把它复制到下面来 OK 好 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公式的部分呢 复制起来Ctrl C 然后到这里Ctrl V贴上 贴上之后呢我们只要 资料里面的第一栏 第四栏跟第五栏 所以呢我们可以在整个最外围呢 在下一次Friorch函数F-I-L-T-E-R 然后左括号 好 到记录的最后面呢 逗点隔开之后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大括号 好 那我们一共有五个栏位 所以1 逗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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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里呢一共有五个1 代表什么呢 代表五个栏位的记录都要 我们把它放到正列里面去 那如果今天我们只要1跟4跟5的话 代表第二栏不要 我们就用0的方式来呈现 好 这地方也是0 OK 好 好了之后呢 再右括号Enter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带出整个资料里面的 第一栏 第四栏跟第五栏的记录了 好 这个地方我们让它置中对齐 好 那针对整个正列详细的操作呢 同学可以参考E64这部影片 好 这边呢老师是稍微再复习一下 我们之前所提到的正列的用法 那今天的Filt函数呢 就让同学可以体验Filt函数呢 其实可以有很多的变化 我们可以使用正列的方式 我们也可以使用关键字来进行资料的查找 好 那影片的最后呢 再提醒同学 记得要参加今天的抽奖证书活动哦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哦 拜拜 拜拜